我的price,他的优点,用这么久的话,应该感觉出来了,就是 嗯,后台写一些文章可能会比较方便啊,在这个网页里就可以直接写了,然后还有很多的插件 然后,想自己制作一个wordpress的一个主题,感觉可以啊,点击这个外观主题,这里面就有了,每一版本的wordpress,他就默认在了一个,比如说这个2023,2023版本的啊,感觉他这种主题的话,都非常的丑 然后,还有就是,有些东西咱根本就不需要,虽然说,比如说你想不想要这个评论,不想要这个搜索功能 都是可以通过一些插件去把它关掉了,但是也可以完全自己去写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主题啊 这里就造了一个纯AMP的一个主题 这是谷歌搞的一套东西啊,AMP 然后,看这个主题的详情 主题的详情 这些你自己去创建一个主题的这个什么,主题的名称,版本号,作者 然后,以及这个主题的这个预览的封面,这个预览封面,好像你必须上架这个wordpress的官方的主题商店才会有啊 具体都太清楚 然后,这里面是一个主题的介绍信息 然后,这里都没有写啊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主题 我创建的这个主题有几个文件 首先是样式表,这里面纯的就是.css的文件 然后,在这个文件上面有一个注释,有一段注释 这个注释里面写的话,就是这些什么东西 这些主题的链接,作者,然后版本号,需要的wordpress最低的版本号 然后,phe的版本号,什么之类的 在这里面写 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然后,一二三四五,然后总共就五个文件 然后,这个是主题的页面 然后,里面就这么些 然后,这个是页媒 然后,是模板 然后,这个主题 页媒 就是存放这个 heider.h 这里面主要就是放一些什么 js的文件 然后,首页模板 就是打开那个主页 比如说我这个域名 就是 打开之后 然后,最重要的话就是这个single post 每一个post 它的模板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现在来预览一下 查看站点 就长这个样子 但是,再换一个文章 我这边搞了好好多的 嗯,查看 然后,它就长这个样子 这个 东西的话,你其实 在电脑上看的话 可能会要丑 但是,在手机上面 就 发挥出它完整的优势 然后,这个是长这个样子的 把它切换成为手机板 大概就长这个样 在手机上看是非常漂亮 而且,加载速度的话 可能也超级快了 因为,这是一个纯amp的 然后,一般来说的话 你可以去测速 在这里面 点击开始测速 你看这个网站的整体的性能 是如何的 这里面用的是chrome的一个 色带的功能 它可以测试一下 然后,这里面的评分的话 都是绿色的 基本上就可以了 有的时候呢 也能达到这个 全部都是100分的 100分的话 大概给你弹出来一个 弹出来一个烟花的特效 这里面它说有一个什么问题 有一个叫做 静态文件没有高效缓存的测试 这个不知道怎么搞 这个图片的 缓存的时间是四个小时 然后,其他的都是一天 它这个评分的话 这个就没有必要 再去修改了 把它改到100分 也没有太多必要 然后,还有插件 下面就是插件了 这个插件的话 我主要装了哪一些插件 插件 在这里面看一下 插件的话 装了一个 有一个 AMP 这个就是一个 把你的网页全部转换成为 纯AMP的 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就是AMP 然后,它会把你这些不合法的 这里面有一个操作的向导 我这里选择的是一个标准模式 就是这个网站 全部就是纯AMP打造的 过渡模式的话 就有原来的那个传统的 嗯,JavaScript HTML搞的一个网站 会还有这个 AMP的网站 分开的 反正这里面的话 我选择的是这种纯AMP的 然后,它会把一些 不符合的 AMP语法规范的一些东西 全部把它删掉 因为这个AMP是没有办法自定义第三方的 JavaScript的 所以说,它这里面会自动把一些 不符合规定的奇奇怪怪的东西 都给移除掉 自动移除掉 这是一个AMP的插件 然后,还有什么插件呢 还有一个叫做URL short 这是一个短链接的插件 就是这个插件 你可以创建一个短链接 然后,现在用的这个是免费的一个版本 它会记录一下每个短链接的 这个从哪里引用的主机名 然后,还有这个地区以及IP地址 可以参做一个参考 然后,它这个免费版本可以记录10页 每页桃样有10个吧 它能记录100条大概的样子 然后,还可以自己去创建一些 自定义的一个短链接啊 反正我现在是在用的 然后,再看一下就是这个效果 这个短链接的后织就是这个 复制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看看还有什么插件 这个W3 to catch 这就是一个处理你这个缓存的一个插件 然后,这个可以提高你的网站的一些 网页打开的速度啊 这个数据部 插询的速度什么之类的 反正因为你在这个仪表盘里面 它会有一个什么 不是,还是哪里 它会弹出来一个首页 在这里有一个健康检查 我就是按照这个健康检查里面 它的提示去优化的 它这里面说哪个不行 咱就去改哪个 正在载入结果 量好 可以看一下它一般测试的一些什么东西 它这里面的话 这个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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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反正如果有问题的话 咱就跟到它说明去修改 这个就是Wordpress 玩了一下 整体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